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人们逛街 经常想着按电话 很容易碰到路边的铁柱 不过最多都只是桶一桶 但如果你碰到这条柱 随时会有血光之灾 这里是位于深水堡保安道 这里有条路牌的柱 被人改装了 放置了一个置物架 而固定的 就有四只突出了的螺丝 又尖又硬 走过碰到随时受伤 因为放的位置大约来地三尺 对正小朋友的头部 如果小朋友摸摸摸到 更是不堪切想 我帮你拖孙子走过 刚刚我孙子的眼睛 就去到罗伯斯 我才害怕 所以才会跟他们分享这件事 很奇怪 为什么无端端 这条街上只得那条柱 是弄了这条柱 因为那里有个波场 但是有个公园 会有小朋友和有家长 或者有学生走那条路 都是一些经历 如果你想去东京街 你一定要走那里出去 因为他有一个小朋友 三至四床的小朋友 高刀 如果或者摸摸 那四口螺丝 这么突出 会造成危险 不知如何的伤害 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暂时有事发生 还有那个兜兜出现那里 是一块铁片 如果走过的话 也很危险 虽然你向马路 但是那块铁片 好像一块刀 那块铁片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试试用苹果撞到这个装置 看看有什么后果 由于那些螺丝尖出来 苹果一插下去即时爆开 而撞到铁片位置 也差不多把苹果分为一半 非常危险 我们就问了对正装置的那间店铺 店员就说负责人不在 拒绝回应 但走过的街坊也表示觉得危险 你觉得前面的铁片 铁片是否危险 是吗?会否撞到小朋友 可能会 他之前撞过 之前也撞过 所以… 其实他当时的情况如何 不是,他哭 哭吗?有没有受伤 也可以的,可能会撞到 走路的时候… 对,刚刚跟他相似 小朋友不知道 可能会走过 看不到的时候会撞到 小朋友走过 或者有时候好像我走过 看不到就会撞到 不但小朋友,大人也会 大人也会 走过的时候不知道会撞到 或者推嬷车也会撞到 希望安装这个装置的人 给公德心 快点拆除它 顾及其他人的安全